在台湾,绝大多数的植物人都在机构里头安养 他们长期卧床,要就医本来就不方便 加上绝大多数的植物人都有一些肢体的张力 不管是哪一个科别的医生要替他们看病治疗都很不简单 尤其是牙科更是困难了 但是从2016年开始,慈祭的人医会就走进了台东的创世基金会 来为所有的植物人洗牙、拔牙甚至是治疗口腔的各种疾病 这真的很困难哦,因为要替植物人洗牙 先是要请他们张开嘴巴,就不简单 这时候,医生、护理人员和志工都要担任像保姆的角色 一边治疗,一边安抚 而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植物人的口腔一旦不干净 容易把细菌吸进肺里面,造成肺炎而死亡 所以牙科一诊也是保命服务 第二次要翻课什么 血氧跟心跳,那血氧要在95以上 然后才不至于,94哦,94哦,稍等一下 92了 瞬间传来突发状况,一诊现场绷紧神经 如果在95以下的话,它的氧气量就会不足 会造成我们脑损伤,也会造成缺氧的状况 很会比较危险 对,一定要提醒医师停止,先停止 来,我们要帮你洗的 你洗的,你洗的,好吗 你洗的,你洗的,你洗的,好吗 你洗的,你洗的,你洗的,好吗 来,来,来 众人之爱,这一刻令人动容 可以啊,你很棒啊,可以做到吗 好厉害,好厉害 超棒的 治疗过程,难免的痛觉,流下的泪 那种流眼泪,不是只是那个它的不舒服 你好像感觉是,它也是有感动的流眼泪 人一致爱,发挥专业 可物质提供牙医服务 等一下肉眼稍微剪一下 你看它这个皮革是往内长的 好,就是 这个白白的 对,这个表示这个已经蛮久 病床成了现成的紧急手术台 身上的乳窗又是一种乳带 来这边可能会开刀 做一些小刀,所以就是准备一些 开刀会用的东西 包括一些器械 还有一些那个电烧 止血的 好,还有一些真剂 上班有时候太累 看看别的东西你就觉得 人生多珍惜 那我洗完牙之后 都会去床边再看看他们 顺便看看他们的 后面的照片啊 然后他们的家人对他的祝福 我都会感觉 其实我们能够来这边帮忙 真的算是很幸福的人 带一新闻 曾山美志工 刘建林 刘李源 周姓鸿高雄报导 好 好